國小二樓的走廊一個黑影快速奔跑 乍看以為是條黑狗 但實際上這是一隻身材壯碩結實的迷猴 他在校長室外逗留 結果一名小三男童偷偷觀察被攻擊 小男童的背部有著醒目的傷口 一二三四五 五個連撞八橫 這是迷猴的爪印 被迷猴追趕的小男童 普通跌倒背部遇襲 第一時間還真的嚇壞大家 一個小朋友他說 我想去確認迷猴的去向 所以他就獨自去追 那在過程當中 可能迷猴就有點反過來 就去追他 然後就去抓上了他的後背 原來6月26號下午2點 一隻成年迷猴來到了校園中 他遛到校長室外面 當下老師趕緊廣播 請大家回教室不要驚慌 但根據老師的轉述 小三男童自告奮勇 要去看看猴子的行蹤 過程反而被迷猴追趕跌倒 留下了抓痕 把小孩子嚇到啊 然後如果被抓傷啊 也是很危險啊 因為迷猴有時候他的 他很難控制 迷猴闖進國小校園 讓附近的居民也心慌 校方表示 上個月底 曾經有志工發現迷猴的蹤影 但不確定是不是同一隻 也是建議說 不要食物外露 不要拿塑膠袋 那不要刻意的去驅趕他 那只要沒有拿食物 或是刻意靠近他的話 跟他保持一個距離 等相關單位來處理 遇到迷猴該怎麼辦 冷靜別驚慌 是專家給的建議 國小校園裡面生態豐富 有小鳥小松鼠之外 還出現了大迷猴 對於學童來說 是驚喜還是驚嚇 還需要心理建設 加以安撫 三里新聞 胡志云俊榮 高雄報導